有機會在這個範局 昨天比賽的音達就有熱身 現在這一棒零勝了 而且還有一顆球的空間 硬碰硬對決 這是現場大螢幕的測速箱 可能當機的163 但是其實 電視的挑戰 也不算是挑戰 但是等於裁判自己回台北市 其實有壓力的情況底下 關注投手球上的林毅達 我今天季慶然第一次被解決 對前面 等到林平宏 這就是你自己的策略 沒錯 會有訴求 哇 這兩個變化球會不會 一四五公里以上的直球就來了 這球雖然只有141公里 不過打得也不強勁 黃崔梅今天也曾經有 打打跟 倒雷的紀錄 二壘後方的飛球 外野方向的飛球 那個手背也展現了不錯的判斷跟腳程 角色 依舊扮演得很順直 兩分的差距 出棒的一個節奏感 抓得很好 哇 變速球其實又有橫向的移動 對 左打者來說會比較頭痛 但是均速大概速度最快 一百四十五一 有三啦 不過一四七的可能性 正確度也比較高 被三陣的是成哲 還是一個變速球 強打不受李展毅 沒有 比較吃香一點 很高 比較像日本的打者 哇這個球棒子打力了 尤其上方的飛球